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策略王电视直播 这个环节就来到专家策局了 有我Henry和David Sir在这里 我的样子有没有写着呢 我先看一看 我的样子又写着了 我设计器再开 大家先当心心听着 那今晚呢 大家很期待的啦 就是看看到底CPI 美国那边会怎样走呢 还有就是看着联署局 在这个一年两日的议息会议呢 去到我们的清晨 星期四的凌晨三点左右就会有议息结果 最主要呢 我想大家都会看着 之后鲍威尔到底是怎样有什么启示呢 到底今年减几多次息呢 或者是不减呢 还是几时开始减 我想最主要大家都会关心着这一样东西 而目前来说呢 就似乎呢 几大指数呢 就是短暂来说都好像是 道指就会相对弱些少啦 然后标普和NQ就是NASDAQ那边都是非常之厉害的 那到底现在那个市场到底今晚我们怎样应对呢 是不是那些钱全部推到Apple那边呢 那这个时间我们当然要找David出来去聊聊天啦 Hello David Hello Henry 你好 大家好 首先当然要看看刚刚移动了AAPL 年纪的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商营的走势 现在真的爆开了一个商营了 到底还能不能继续去呢 还是要先吃一碗糊呢 怎样看啊 AAPL呢 现在的商营呢 都跡压了一段时间的 有些东西 还有它都滞后了的 那看你是什么 其实都是看你价位的 如果你说我跟大家建议过的 我自己进的那个价位呢 那你最多贴丁那么多 profit呢 然后你都可以暂时还可以拿一阵的 那当然啦 昨天那一棍咬到那么疯呢 那又有那么大成交呢 那这几天可能勾回几天都很正常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在5月多少号呢 我先看一下 开Gap那天是 5月3号 开个那么大的Gap上 然后现在来到那棍那么大 就算回回来 我怀疑那个Gap位 应该是可以拦住 那所以 其实死后都不怕的 就是很多阵子都不怕的 因为它毕竟都BREAK了 那个之前的商顶那个阻力 也都... 大概200元左右啦 应该是198到199左右 是啦 是啦 那如果你是160多元买的 那不妨多一会儿啦 除非你告诉我 那不过去买名啊 除非你告诉我 你说不是我短炒而已 我死都是短炒 那现在也是一个好的时间去吃虎 因为我猜一棍 如果看回周线图 刚刚好这个位置就是 就是你拿一条中线一刷下去 刚刚就flip了上去 就是刚刚对清的 那一般如果以炒隔来计 就是这家吃虎是最开心的 那但是如果你说以hold隔来计的话 尤其是... 没错 苹果那个... 那个... 就是... 出到来有些东西 其实又不是特别亮丽得很紧要 就是那个样子啊 或者拿出来的东西不是特别亮丽得很紧要 就是那个 Worldwide Developers Conference那个 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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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应不是超级特别好 但是我想都足以可以令到大家 都会觉得起码有丁的期望 就是不是好像之前那样 大哥你出来出去都是那些东西 还有就是我之前说过就是 Apple都还有一些东西值得期待的 现在它的AI开始追来的 那所以在这样的条件 这样的情况下 那就不妨拿一拿它先啦 你如果想说吃虎的 就先吃了三分之一 那然后再算啦 如果你是这么短的话 那但是我就算啦 我都会拚拚示范的啦 现在就是... 拚拚示范的啦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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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啦是不是 就是可以不可以看一看啦 甚至如果它有些再回 当然我还要看它新的IOS 最终的那个反应和试验的情况啦 但是因为我都会觉得 长久以来都可以落后一轮都去追一下 就是可以试一下 拚一拚Apple的 所以看是怎样 是的 可能都叫做拖了这么久 整年多 旁边左右一只AI都升到很狠狠声 今次都叫做给它一些原因啦 就是Worldwide Developers Conference 就给它一些动机去升 等大家可以... 就是像是可能那些资金轮流炒的啦 就是可能是把NVIDIA的利润都推过来的啦 是 是 没错 实际上是 因为亦都这么说 之前其他有些已经升得实际上太离谱啦 就是你去到那个位置那么狠狠的话 那就是... 是吧 都是时候要调整一下啦 是的 那些资金轮流炒就拿回它那里啦 是 还有还有一个我们也要考虑的就是 回头来说 是不是现在这个时间你可以说一口气扔了些东西 怕市场倒下了 那又没得住 你现在看到的很多些 就是macro的data都是conflirting的 就是... 一方面你... 有些地方看起来好像是slow down了 但是另一方面你说那个... 是不是真的药鸡又不完全药鸡得了呢 是 尤其是加上一些服务性的行业 无论是hospitality 就是那个各种的招呼你的... 服务业那些招呼 服务业啦 medical啦 是 是 还有... 啊... 政府本身也都开了工作啦 那所以如果你计算这些数字的话 起码还有人是有消费力的 就是还有工作还有消费力 所以你说... 就是你说conflirting都是... 很多人都... 我见到有人问的就是... 到底怎么解读呢 那个飞龙... 就是失业率又升了 但是飞龙的就业又厉害了 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没有的... missmatch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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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missmatch了... 就是说有些人... 其实... 其实很简单的... 如果说个具体现象... 你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因为美国有很多 retail chain... 整个 chain都丢了... 整个 chain都丢了... 整个 retail chain都丢了... 是不是... 整个 retail chain都丢了... 那整个 retail chain都丢了... 就是炒了很多人... 大哥... re retail 本身有很多人... 店面里面有很多人... 但与此同时... 你有些其他的行业... 其实一直在确容... 在聘用人... 嗯... 实体 retail是丢了... 但e-commerce一直在建立... 而且那里需要更多人去做... 去做 logistic... 去做送货... 物流... 那些什么东西... 那另外的... 有些你没办法用 retail... 就是用e-commerce那些替代... 就是... 固然你可以送外卖... 可以送什么... 但是吃东西... 现在既然没有疫情... 那还有谁那么喜欢跟你下你家... 就算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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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会出来吃东西的... 都会出来消费的... 所以... 你说... 就是... 你说... 所有东西都在你家里... 也都没可能... 人始终都是中群居民... 大家都是喜欢... 大家都是喜欢社交的需要... 只不过... 那个模式可以不同了... 既有线上又有线下... 既在线上买东西... 也都去线下那里... 去享受服务... 消费... 那些其他的东西... 那些牌子... she in... 都好像很厉害... 那些... 是... 是... 吃东西... 尤其是喝东西... 你知道鬼都... 是一个文化... 就是... 香港人... 那些人要出街... 那些人要出街... 其实... 就是为了社交的... 你总是没有办法线上买东西... 是不是... 大家开个zoom... 一人拿着... 拿着杯啤酒... 在zoom聊天... 但是你想想... 大家进南美女... 大家进南美女... 想找点来... 是吧... 大家练一下爱情动作... 练一下功夫... 不是... 你线上怎么练... 你线上怎么选... 全部都化妆了... 拿东西来给你做... 是不是... 就是... 你整容都不要紧... 整容... 如果做得好的... 那你闭上眼就想... 不要管那么多了... 但是... 大哥... 遲些靠Vision Pro... 不用整容... 大眼镜就... 什么都由得你玩... 那就没意思了... 全部... 那些明星... 那些... 那些... downloadable content... 我个人的看法... 我从来不喜欢这套东西... 就是... Nerd那些人是... 有些很Nerdy的那些人是... 可能他们已经觉得够兴奋... 但是你问我... 就会有的了... 就是... 打飞机都要... 都要找些什么东西来打一下... 我看到最近说... 已经有成人用品这些公司... 好像已经开发这些应用了... 是... 但是... 以我理解... AV大国日本... 其实几年前已经开发了... 就是... 有不少AV可以给你带Vision Pro... 那样东西去看... 但是实际上... 看回... 一些评论... 反应... 其实不一样... 不一样... 而且... 如果你留意... 其实是其中有一轮呢... 是出了很多这些3D的... 你感觉好像是... 就是... 跟你发生着爱情动作的那些片... 是... 但是... 那个反应不佳之外... 就是... 看着后面的数量少了很多... 有一轮... 刚刚轻带着镜子去感受的时候... 是多的... 但是... 我自己私人的调查... 哈哈哈... 你发觉是少了... 少了... 数量少了... 是... 所以... 所以... 如果你以这样的看法... 就是说... 其实是不是真的这么受欢迎呢... 有些东西... 就是... 就是... 未必一定可以的... 那所以... anyway... 就是... 简单说就是... 一方面有些东西... 你现在是走了去线上... 买东西就是... 买东西最简单的... 一般... 去超级市场买东西也好... 你去... 买外卖也好... whatever... 买东西或者买三副鞋... 都可以在线上做... 现在不是大问题... 是... 是... 都真的... 而且都舒服方便的... 不用一抽二轮... 走在街上... 天气又热又行... 是... 他送货... 送货... 但... 这里也有个但... 就是有个逼拔的... 是... 因为... 因为外国... 你... 你都要看送货的时候的时间... 你有没有人在家... 因为外国和香港也不同... 因为... 香港人... 很多人都有请姐姐... 工人姐姐... 但是... 外国没有... 没有人在家... 是啊... 很多条片都是那些... 扔很粗暴的送货员...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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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辛苦了... 真的辛苦了... 因为那个... 资金可能去了别的行业... 像你说的... 转到线上... 又是回到我们之前... 经常提到的那个问题... 就是商业房地产... 似乎又开始吹牛奶奶了... 那些地区区域银行呢... 就是... 是不是说现在... 就是... 一方面失业都升了... 另一方面... 来算... 飞龙又增加了呢... 那... 就算撇除飞龙本身... 有一定的不准确性在那里... 或者一定的局限性在那里... 还有... 他帳户了... 如果你整体浪5farm的话... 不拆开... 小的category... 浪5farm就算了... 政府其实... 这一个... 刚刚上个月... 开多了... 所以... 都吸收了部分人... 但是你不要管... 重点是有人有事做... 自然就可以有消费的... 是... 那你说是不是会大跌呢... 那你现在只不过就是说... 不是... 现在消费是辛苦了... 因为通胀是有上升... 就算你回落了... 都是比以前高... 你现在的通胀依然是比2019年高很多... 是... 还有... 价格升了上去... 你说通胀小了都好... 其实那些东西都贵了... 就是有些人可能会混乱... 如果要那个月跌呢... 是要通缩才会跌的... 是啊... 不是在说通缩... 现在只是说通胀慢了... 不是说通缩... 所以... 辛苦了... 但是依然有人继续玩这个游戏... 那... 那... 变了你说... 想一时三刻... 你说... 倒转头... 跌到一个位... 通胀会跌... 然后... 然后值得联储局... 现在就立刻... 出手去... 开始减息... 未到... 未到... 对... 你不要忘记... 联储局... 已经定了的... 这个月... 开始就已经... 减少回购的国债了... 也就是说... 其实... 在流动性上... 已经释放多了流动性... 那... 银行其实... 不会在水... 银行也都不在水... 现在... 那...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以为... 现在就可以减息... 又真是... 就是... 为什麽呢? 什麽理由可以让你... 现在减息呢? 未去到那个... 值得减息的位置... 所以... 我个人估计...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意识... 都不用怎样想的... 应该减息的... 应该减息的... 是... 这个意识... 以及... 甚至... 下次7月份的... 应该减息的机会都不高... CPI就变成了... 如果是这样... CPI变成了... 就是... 如果你说... CPI比预期... 比预期低的... 那... 今晚三个市... 就一起谷上去... 嗯... 那些人又可以说... 就算... 那些人... 今个月不减... 下个月不减... 9月减硬的啦... 那... 但是... 如果你说... 不是哦... 跟预期差不多... 没反应... 那不该怎样做... 就怎样做... 继续分开了几个月来做... 那... 还有... 因为你有通胀... 始终对于... 任何一个投资者... 你都要预计的... 一样东西就是... 你要做的... 一方面... 你可能放一堆钱... 下去... 赚息... 定期又好... 或者一些... 很安全的票据... 那些... 有定息回报... 但另一个月... 你都要走... 拿出去街头投资... 你不投资... 你虧通胀... 都是一件事... 对不对... 你的薪金追不上的... 或者你有些... 就算你说... 利息收入... 可能高过一点点... 但都不记得一定追得上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迫着出去炒... 一迫着出去炒的话... 你又要求... 有足够风险回报的话... 那就是说... 你既要炒最热的板块... 同时要炒最好的公司... 那既是... 最热的板块... 升得瘋都不要紧... 但是你找最强的公司去买... 或者就算是落后的... 都是大公司的... 都是强的了... 已经是... 所以这些钱是... 龟边龟得很厉害... 集中在那几样东西... 都在谷... 其他的那些... 你已经是... 所以市盘是继续炸... 然后你也看到... 三个市场... 是完全是... 三个不同的行为来的... 我正常都想说... 因为... 下午都看到有人问... 我都觉得会是这样... 我就说... 其实... 杜子可能会比较差一些... 就是... 杜子... 现在是... 最旺盛... 像你刚才所说的... 那些人要选择东西来买... 杜子始终太多... 一些旧经济的东西... 旧经济... 又包括... 可能... 有些金融股... 金融股... 现在又... 在怕... 那些区域银行... 那些钱呢... 就可能... 都是流回到Apple... 或者... 那些AI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尤其是... 还有呢... 你或者... 找东西去买呢... 都想问一下... 其实... 现在会不会就是... 看到欧洲的情况呢... 它又... 一来减息... 二来... 政治又... 这样的局势呢... 那些钱... 都可能会... 回到美国... 然后... 又找东西来炒... 是... 就算我们... 批除了... 政治那部分呢... 你只说... 是... 好了... 你现在... 加拿大减息... 欧洋行减息... 是... 英国那边也说... 又想再说... 要减息... 那你...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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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持住... 高息... 我还是在美国... 所以一定会有钱... 冲回来... 而且有趣的就是... 一旦有钱... 冲回来... 实际上... 那些钱又可以帮忙... 再帮你托高所有资产... 是啊... 如果帮你托高所有资产之后... 你有钱赚... 或者你的资产减值是高了的... 你可以押去给银行... 再套多些钱... 出来消费或者投资... 嗯... 是啊... 就算不托高你的通胀... 都会维持你的通胀... 通胀在一定的水平... 没那么快可以完成解决... 那更大条道理... 就维持息口在高位... 嗯... 是的... 又加剧他们... 商业房地产那些问题了... 嗯... 一定的啦... 商业房地产是不是都PK的... 是... 是啊... 很难周转... 就是我们年初... 我们都讲过这个问题... 他们越大... 就是越是高息环境的话... 嗯... 那些... 发展商呢... 都要回笼了... 但是呢... 有很多东西... 又转了去线上啦... 包括上班... 都还是work from home... 始终不像香港的老闆那样... 我们说... 香港的老闆呢... 就一定你要回办公司的啦... 你不回办公司呢... 就觉得你偷懒... 是... 那所以一定是没有work from home... 这一件事呢... 香港... 但是外国不同啦... 那在这样的环境底下... 那其实就是... 我就觉得... 就是加息还是减息... 就是... 不加也好... 就是... 其实维持高息的水平也好... 都是... 都挺麻烦的... 对于传统那些金融股来说... 就是你维持这个息口的话... 它们可能找不到数... 你减息的话... 它们的息差又会变差了... 就是... 不加也好... 所以导致应该一般的... 保持住... 导致应该弱点啦... 因为它有的那些公司... 没什么边间有特别大优势... 像现在这种... 你可以称为滞胀的... 就算是美国来计算的... 它经济增长的速度是慢了的... 那... 如果你说... 和这个通胀大家... 扣回减的话... 那个... 那个增长... 若等于无... 甚至有少少倒转头下... 那你不就当是滞胀格局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 银行是头痛的... 有些东西是难做的... 那盘生意... 你不做... 你不敢做生意... 你那份年报不好看... 但是你够胆要做高风险生意... 一旦跌倒... 你要判断... 整堆跌跌... 你就真是大件事... 但是在这样的环境... 又要迫着要做... 你没得不做... 但是你批出的息口... 就要有这么高... 但是有这么高的生意... 通常都没什么... 没什么是安全的... 安全你不如买债券算了... 但是你... 银行没理由... 整手债券... 你死定了... 不是这么做的... 你拆的钱已经是贵的了... 然后你再去... 摆下去... 那五厘息... 你拆又五厘... 全又五厘... 你即是打个和... 这门事... 跟你说... 低息口环境很不同... 低息口环境... 我给一厘就是一厘的了... 对不对... 所以... 迫着你要去做一些高风险... 这些就是迫着银行去做... 跟普通一个投资者迫着你... 去投资... 跟普通消费者迫着你去花钱... 都一样... 通胀是有这种问题... 迫着你去花钱... 而且会加剧行程度... 是... 就算你要加一大堆税... 都没意思的... 因为你的生活始终... 不是说你加了税... 那你钱是... 你可以用的... 就是你disposable income少了... 理论上... 在长期计... 是会令到经济可以拖慢... 但你不要忘记... 你收到的那块税... 不是拿来就这样摆开支... 就是这样... 找了人工就算了... 政府收到那么多税... 当然要花那么多税... 甚至要花得它... 要买选票... 那你花那么多税... 你只不过有一种财富分配... 但这个分配... 就会令到有些人可以花得起钱... 然后这个会有个拉动的效应... 拉动不是说财富拉动... 是价格拉动效应... 有责人消费得起... 令到有些货品本身... 被人觉得是短缺... 大家都要斗追... 有些东西没人问津... 但是有小部分... 特别热烈的东西... 就是一堆人狂追... 是... 那些东西就已经足够... 令你的生活费跪了... 也会令到你的通胀... 没那么快跌回来... 尤其可能那些... 必需品那些可能会容易一些... 尤其你说... 买选票呢... 留了去一些... 比较窮一些的人... 可能就是... 那个洗费... 都会洗回到那些必需品那里多一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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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要明白呢... 就是... 你现在在外国... 很多政客... 是会教他的选区里面的选民... 怎样可以用尽福利... 但是... 你这些政客... 那不是很多... 是不是... 你懂得服务你的选民... 帮你的选民... 想尽各种办法... 去勾福利... 教他怎样去走流程... 可以... 明明不够资格... 差一点点... 都可以拿多一点... 那些人... 其实那个生活... 不见得比一个勤力上班的人... 是要差的... 他的收入... 其实实际可以支配的收入... 可能比一个勤力上班的人... 是... 你不要小看他们的消费力... 大哥... 你这个... 真的... 差... 回来讲... 我想起... 政府他们做的... 退休三保... 他自己的网站... 都有教人... 怎样可以... 拿到长生津之余... 又做到他的年金... 是... 政府自己教他们... 怎样可以拿尽福利... 是... 要... 跟资产審查... 入息審查... 但是他就教你... 是... 你这样做的话... 你就几样东西都拿齐了... 就是... 支撑本地... 过一个很丰盛的退休生活... 是政府教你... 是... 买稳定的... 是... 你不懂得这样做... 可能更吃虧的... 是... 教你如何拿他的钱... 是... 其实不要笑... 因为... 在政府的立场就是... 我做了一个政策... 但是如果没有人用... 反而是仍然坏... 我做一个政策... 有很多人搶着用... 那我就拿工了... 以官僚阶层来说... 是很开心的... 喂... 政策定了... 我跟着做到有成绩... 一群人搶着用... 那就很成功了... 我做得很棒... 是不是... 那就不要... 不要... 继续了... 不要让他停了... 那就真的... 就是我们说... 就是... 如果批钱的那些... 不同的那些... 分页...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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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请他回来... 工作呢... 就是要批分页... 所以他不是... 整天都... 那些... 申请分页的人... 为敌的... 有时候都是... 和他们合作的... 如果我一个分页都不批给你们... 那请我回来做什么鬼... 我就是了... 我没有东西交给上面看啊... 大哥... 当然啦... 就是合理... 其实很简单... 你读大学那时候... 就是读书那时候... 为什么要拉Curve呢... 如果你那份卷出得太深... 全班不合格... 最高分... 例如10分... 20分... 最高分得9分... 平均分5分... 有一半人2分... 或者0分... 你怎么过关啊...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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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想起... 我想起... 我那时候... 那个Curve就是这样... 那个Professor... 叫William Chan...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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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真的... 十几年前的东西... 没几十年... 十几年... 是啊... 那时候... 很好笑的... 听说... 拿A... 怎么拿呢... 四十几分... 就已经拿A了... 是啊... 是啊... 好... 神经病... 心里没有人... 四十几分... 就拿A... 他又不可以派A了... 是啊... 就变得很难拿到... 是啊... 但是... 没办法的... 其实... 跟政府政策一样的... 我弄得这么多福利... 如果是没人要的话... 那就是... 我弄政策就有问题了... 你不到位了... 那现在... 是一个... 五光十色的民主都好了... 很有特色的民主... 都好了... 官僚都要问责的... 是不是... 我们官僚是要接受问责的... 那你接受问责... 是啊... 是啊... 我们很纷纷的... 你出了一些政策... 原来... 喂... 你被人吵你的... 尤其是... 这不是说... 跟政治无关... 某程度上... 你现在是教你怎么派钱而已... 你都派到乱了... 大龙的话... 喂... 你真是很不够的... 很多人会骂叉你... 那你怎么办... 最怕你不来拿... 就是... 所谓审计呢... 或者所谓... 有时要拿紧一些... 只不过就是... 喂... 被人滥用得太厉... 然后自己... 这陣子没什么钱... 哎... 那就好了... 这陣子拿紧一些... 是吧... 你先不要这么过分... 你要估话是我教你怎么估话就可以... 你不要自己估话... 是啊... 我教你就可以... 我教你是我的政策... 不要想自己的方法... 是啊... 是啊... 你看美国... 加拿大那些地方都是这样的... 其实... 那么多的会计师... 那些要做什么东西... 就教你怎么合法地... 做税务安排... 另外一堆政客... 一堆社工... 就教你合法地... 拿尽福利... 是... 教你尽量... 尽量踩到他尽... 那他那头就转去领工... 接着就拿选票... 所以你以为... MMT... 其中一个最低能的... 最低能的位置就是... MMT... Modern Monetary Theory... 他们总以为... 我加税就可以控制通胀... 你真是开玩笑... 加税方面... 加到通胀更厉害... 因为你的政府会乱开支... 你难道那些人... 真的会这么天真会信... 政府会不开支... 尤其是在民主社会里面... 尤其是近大选的时候... 你手头上有钱... 尤其是民主党... 社会... 不只是民主社会... 也不只是民主党... 共和党都会派钱的... 不过派在哪里... 大家派的对象... 不同方式... 都会派钱的... 这些人性没有办法逃脱的... 所以... 所谓的... 我加税就可以搞定通胀... 这些... 你读理论就可以了... 你读理论来来... 那条是写人方式... 那些钱这样转来转去... 但是你不是了解... 实际执行空不是这样做的... 大哥... 他会派出去... 他会有fiscal policy... 帮你... 你放心... 政府收那麽多钱... 一定会和你使用... 他再借多些钱... 再使用一些都可以... 是... 他以前... C加I加G... C又小了... 我认为... 整条数会冷却... GDP可以低一些... 但是他没有想到... 收了税... G就大了... Coverment Expenditure... 他和你使用多些出去... 是的... 而且还有一件事... 就是... 你甚至CPI... 我当你整体... 甚至call都是低都好... 是不是代表... 那个... 因为这样跌了... 就是代表没有了通胀呢... 其实有时候... 有很多... 一些古灵精怪位... 是可以出述的... 就是看你的basket是怎样做... Data是怎样做... 諸如此类...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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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到出来... 那... 你只是... 我们... 今年内... 亦都看到... 欧洲和加拿大... 率先减了息的... 效果是什么呢... 是的... 我们可以很快看到... 还有... 欧盟都更正常一点... 因为... 欧盟... 我们之前几集... 曾经讨论过... 欧盟说... 我减一次就算了... 我暂时都不减了... 但是... 但是... 加拿大... 就... 有得... 陈刀先生在那里... 就真的... 什麽事都可以發生... 是的... 他的政府就真的可以是最神奇的... 很多魔法... 無端端都可以有怪事發生的... 他真的好看... 他真的... 那些东西... 加税... 那些东西... 不是啦... 不是啦... 那他加了税之后... 沒有啦... 那有些投资的钱是会走的... 大佬就离了案他... 但是你觉得... 那样真的可以... 可以令到... 通胀徹底受控吗... 又不见得是... 尤其是... 如果你看真一点的话... 就是... 把通胀的那些... 细部一拆出来的话... 就... 根本就... 是...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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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我... 就是... 現在怎样看这些数据... 那麽 conflicting... 就是... 搞到这样的样子... 其实... 就不奇怪... 现在只是显示... 第一... 工种... 就是出来找工的人... 和有的工种之间不match... 所以... 既是多了人出来找工... 但同时... 又有很多人是没工... 又虽然多了就业机会... 但也有很多人是... 暂时未找到工作... 那些刚刚炒出来的... 那些不会那麽快上工... 那些skill set... 是没办法transferable的... 那他还要继续找... 这个是一点都不出奇的事情... 那... 另外一件事就是... 当你... 在一个相对还是高通胀的环境下... 那市场也可以很极端... 一方面... 有些的股... 有些的行业... 根本无人问津... 你说现在去买地产... 尤其是做商业地产的... 你只是自杀... 你买的那些是拼死的... 大哥... 但是... 但是... 那些小盘那些... 你买下去... 尤其是美国那些小盘... 你千万不要碰... 不是说笑的... 就算大盘也不要碰... 但是... 假设你hold for years... 即是你是长线投资的话... 那你... 四柱或者三柱... 你入一柱... 是没有人阻止你的... 那样东西... 就是你可以这样做... 那当然你要有那个耐性... 和韌力... 去hold到... 即是短年... 就是这样... 因为你是看好行业... 看好整体的行业... 以及他会带来的变化... 那你要做的就是微调... 所以微调就是... 大概就review一下这些公司... 他的表现... 那表现不是财务上的表现... 而是他在技术上有没有突破... 或者他有没有做好产品... 诸如此类... 这里顺带一提就是... 现在为止... AI技术... 因为还未到最成熟呢... 所以现在你看到大家... 在对抗... 即是在对决中... 就是说算力... 大型语言模式... 可以玩... 一方面可以省到多少位... 另一方面可以高大多少算力... 有多少的data... 冲进去去训练... 这样... 因为现在还未够成熟... 当一成熟的话... 顾客体验就会开始先行... 因为大家的技术一差不多... 就没什么好斗... 即是等于怎样呢... 等于上世纪90年代... 有一轮最初是斗晶片速度的... 大家还记得... 就是当时... 每个都在等... Intel... 由286... 386... 486... 又DX... 又SX... 又DX... 又Pantium... 本来都在等速度... 和AMD... SIRUS... 大家在等... 但如果大家记得... 其实十年前开始... 十多年前开始... 都没人理会这些东西... 根本不说... 尤其是Apple的出现... 就是告诉你... 你要的chips这么快... 有差用吗? 是的... 我最重要是顾客体验... 你这粒chips很快... 但你Microsoft也写了... 那些high code... 都可以搞到... 用尽你的晶片的资源... 还可以整天 crash... 你的电脑的... 用家的体验... 就差到没有了... 藍画面... 经常啦... 你老板... 我都... 已经不少了... 搞到整天要back up... 还有开多几个Application... 那部东西就慢到抽筋了... 那你... 那你... 你不用开一个Excel... 我那个Excel里面... 因为我做了很多... 一些correlation... 一些analysis... 那么多几转东西... 都出到逐格出... 大佬... 那你说是不是... 一批屎... 那本就... 那这些Microsoft... 它是特色来的... 尽量写得... 那些code... 是... 基本上... 是差到无论... 但是Apple给你... 完全另一种体验... 那就体验赢了... 嗯... 那现在这一轮... AI是... 方兴未艳... 所以现在还在比赛... 一些很确实的指标... 嗯... 但是大家... 那现在... 是... 但是呢... 大家可以留意... 焦点就是... 因为现在科技周期短了... 那就变成可能... 由25年... 未必是26年...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会不会已经... 令到一些硬件指标... 没什么好追... 或者大家开始不觉... 大家开始紧张... 一个体验... 大家开始由... Large Language Model... 过渡到... 以Large Language Model... 做Base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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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留意一下... 有没有这些... trend的变化... 如果有... 那你就开始要发掘... 哪些公司... 做得好这些东西... 或者做那个平台... 做得好这些东西... 某程度上... Apple还是有一定的... 优势在里面... 就是Apple做平台... 做得不差... 是... 是的... 其实Apple做的平台... 就是... 在它的平台上... 买得出来的东西... 其实比Google... 好比Android... 但Android的东西... 真的太多垃圾... 嗯... 它太自由了... Android那些... 你什么人都可以写上去... 是的... 所以那些骗子都特别多... 经过Apple去骗钱... 那些都特别多... Apple在这方面都会安全很多... 是的... 是的... 其实安全性都是重要的... 尤其是... 当你的AI是内置的话... 而又掌握到你的Data... 如果你没有安全性... 不够随时被人... hack到的话... 拿了你的Data... 现在都挺麻烦的... 是的... 那是... Android安全性来说... 真的有点问题的... 是的... 是的... 它的Apple太容易安装了... 是的... 所以... 所以... 我想我们... 未来这两年左右... 就是2526年... 我们可以... 就是... 从科技界来计... 一方面我们当然留意着... 硬件的进程... 就是... NVIDIA... 三宿啊... 那些... 或者... 連同Cocom... 他们那些... 他们那些大战... 当然... 上游... TSMC那边... 有没有人可以挑战到它... 也都看一下... 不是上游... 中游... 有没有人可以挑战到... TSMC的制程... 应该就很难... 现在为止... 然后再上游的... 就是Arm... Arm... SMS... 做的那些东西... 有没有开发到... 新的Architecture... 而这个Architecture... 是充足的... 也都可能... 如果有消息说... 跟TSMC在谈... 或者跟其他一些厂商在谈... 那大家就要... 真的要夹着耳朵准备力了... 做好功课... 手指都要准备力了... 可能要换码了... 到时... 因为Architecture... 如果一转的话... 就没有一个有特别的优势... 即是... 对于TSMC来说... 它都是重新适应过的... 它现有的流程... 未必可以支持到... 如果一旦要重新适应过的话... 那就不代表... TSMC一定可以赢到的... 分分钟可能是... Samsung... 或者是其他一些公司... 跑出... We don't know yet... 那到时就要观察了... 是... 所以这些东西... 就是我觉得... 要键点要看的... 如果你玩这些AI科技股的话... 是... 就是... 你刚刚提... 讲开疫苑... 我都想... 想问一下... 看下怎么样... 就是... 你说换马的概念... 因为... 有些人... 已经在讲... 就是... NVIDIA... 过去... 有几次拆股... 每次拆完... 就是... 未来一至两年... 它都下跌的... 就是... 似乎是... 它每一次... 都是选中... 它的周期... 是比较... 兴奋的时间... 去... 拆股... 就是想看下... 会不会这次... 也是历史重展... 它又是... 选了自己... 周期最巅峰的时候... 去拆股... 接着... 可能就是... 是不是要换马呢... 那样... 我就是想看下... 这些东西... 还是可以继续持有呢... 如果你是中期的... 分分钟... 你... 而且价格拿得不漂亮的... 那你... 是时候真的可以转一转... 或者... 就是... 找一下其他东西去试一下... 或者... 甚至你离开... stock market... 去炒一下其他东西都可以... 但是... 如果你说你是超长线... 的话... 那... 不妨可以... 银一两年... 你真的可以留意一下... 看看这个情况是怎样的... 是不是说NVIDIA... 会... 好样衰呢... 也未必的... 就是... 我刚才说的那些... 是要留意的... 但是... 以... 一般... 我观察着那麽多年... 不仅是这个行业... 其他的行业都是... 有时候... 为什麽这些公司... 可以熬到那麽久呢... 除非... 好像Intel那样... 有一段时间... 很completion... 就是... 因为做了大阿哥了... 而且控制了... 由上到下... 整个流程... 就可以切不私进取... 想着吃老本... 那就会糟了... 但是... 以现在来计... 没有一间公司... 可以全个上下游整合了... 他们都会... 随时来自新... 即是面对新的竞争... 那他们未必... 这么completion...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 他们有specific asset... 在这里... 所谓specific asset... 就是他们有很多... 的努力... 一直以来... 如何去面对这些改变... NVIDIA... 也不是第一次... 面对改变的... 你已经是... 所以如果上游... Architecture有改变... 甚至他们写的... 制程... 他们... 就是... NVIDIA... 晶片的制程... 用的QDA platform... 里面... 可能有革新... 或者... 它也可以... 是... 变成一个护城河... 拦住别人... 不让人入... 所以... 是不是一定... 因为这样... 那些公司会死掉呢... 不见得... 只不过就是... 我们要留意... 因为... 如果... 他们追不及... completion... 而追不及... 新的方向... 那就有机会... 但是... 如果没有... 它继续得到的话... 那你... 为什么要这么快... 就扔掉它呢... 如果你是想... 超长时间买的话... 嗯... 短时间就不用烦了... 短时间买了就算了... 你都炒了几天... 如果现在你都看到... 好像... 好像斩了个头... 有个这样的顶... 那你... 你... 为什么不索性... 现在买一买去... 复材了一部分... 先呢... 是... 就是这样... 短线那些玩法... 就... 可能几个钟都... 都...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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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之前都讨论过... 就是... 就是... 我个人的角度看... 就是... 要是超短线... 要是超长线... 是最好做的... 因为以讯息计... 你可以行... 一堆讯息... 你可以不用考虑... 超短线那些... 整堆什么宏观... 行业关我差事... 一日间点变都有限... 看技术好过... 是的... 看技术好过... 就是... 你看市场感觉好过... 如果超长线那些... 倒回来... 就是这些短线东西... 关我差事... 全部禁止了... 全部都开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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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 甚至不会是看日线图... 看什么日线图... 起码看周线图... 是不是... 是的... 那你... 你日线图最多是... 摸摸摸入位价... 但是... 看 trend... 就已经看了周线图了... 如果你超长线去看... 是... 那你... 超长线去看... 就会再做错事... 是... 就是... 免得后悔... 因为... 有时候人很多时候... 你一后悔... 扔掉了... 你又会开始做错事... 是... 还有... 就是... 投资有时候... miss了那一两天... 有时候... 全年就是靠那一两天... 就是... 好像... 如果那些人... 买苹果... 如果之前... 放了... 就是... 看到它的顶... 每次... 一百九十多元... 放了的话... 可能扔掉了... 昨天一天... 都7%要上... 是... 可能全年... 有时候... 就是那十多个%... 有7%... 就是一天... 贡献出来的... 是啊... 靠那棍子的... 那你... 那你... 是啊... 那当然啦... 你现在那些棍子... 哎呀...哎呀... 我追不入... 那你又不用担心... 通常一天... 这样做棍子的东西... 通常都有些机会... 会... 调一调整的... 是... 或者有机会... 都在那里... 是... 很多时候... 都会测试... 那个顶... 就是... 借近$200... 那些位置... 是啊... 技術来说... 是啊... 就是... 首先... 是试一试... 市场的感觉... 有这么多人追进去... 或者有这么的成交... 那... 之后呢... 又要帮老闆去... 去收纳... 那些股... 当然要按下那个价... 大哥... 你这么贵... 我是大老闆...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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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基金佬去做... 你跟我说... 200元平均价跟我收... 你吃糟了... 我准备给你做... 你吃猛了... 哈哈哈... 你当然要帮我按下那个价... 大哥... 不是... 你说收... 你跟我说什么... 你收不齐货... 是不是... 你有没有看繁花... 哈哈哈... 最初保总比强总玩一招... 大哥... 就是你追不及... 别人开大脚... 你追不及... 那你的货就不够货了... 那你不够货的... 因为你怎么做货... 你怎么做货... 什么货自己都不够货... 流通量被别人掌握住... 那你不用玩了... 哈哈哈... 事实啦... 你为什么要货货呢... 如果是这样... 你自己都持不住流通量... 所以有时候开了个大脚之后... 都要按一按个价... 等别人上车才行... 哈哈哈... 而且都要客一客... 那些意志力不太坚定的人... 就是客一家高追了那些... 是啊... 那些最好货的... 那些... 早就叫你买... 你不买... 早就叫你买... 你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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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你不买... 是啊... 所以才有很多什么... 所谓假突破那些... 那些... 那真的长摆... 我觉得都... 妄图都有机会继续去... 二八三楼上都有机... 是的... 是的... 那... 如果你说之前... 就是好像我们... 我们上次讲起Apple... 已经整个两个月前了... 应该是吧... 那时候应该是八多元... 就是八五六元之间... 是啊... 那时候八七元... 那时候八七元... 一直在下来... 就是看上去好像有些机会... 我就说... 一百五六元... 你转回去吧... 那我就拿了... 在那个位置... 我一年是没碰过Apple... 就是... 说一年了... 你现在... 我只是说... 那些Apple是好... 就是... 丢了一段... 不是丢了... 丢了Google之后... 算了... 拿Apple... 很多年没拿过... 其中一个拿了Apple... 还有... 有个区间底... 那里... 我会安心一点... 就拿了... 就是... 万一... 万一我真的看错了... 万一我真的看错了... 的话... 我... 紫蝕都快... 是紫蝕快... 就是你有个空间... 可以走到盏了... 真的看错了... 原来所有东西都是... 都是我一厢情愿... 看得太好了... 走路都容易走一点... 起码有这么多个位置... 可以帮你浪一浪... 那我去到那里... 就自动可以走到... 这个很紧要... 这个... 这个就是正所谓的概念... 的盈亏比... 就是... 下去大概$87... 那你看着... 那个区间底... 都是160多... 它真的跌穿的话... 都是$10... 但向上望... 起码到$200... 用$10... $30... 起码$53... 对... 对... 就是这样... 对... 就是这样... 有没有直博率... 有直博率... 为什么不做... 我看超长的话... 应该都... Apple... 有时候顾客体验的位置... Apple一向都是它的优势... 是... 就是... 它会紧张顾客的体验... 在这方面... 那... 当... 其实...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撇除眼睛... 不算一下... 我们已经看到... 来来去... 又是那几家人... 当初... 去年... 出的一大堆小应用很多... 现在都被那些大... 就是... 被人家的大东西... 已经吸纳了... 它都做了你的... 功能了... 嗯... 所以... 你看到... 很快已经在整合... 就是... 现在... 如果你说... 你做小型模特... 你没有什么特色的... 或者... 没有什么... 真的... 大用途... 随时被人吞掉... 是... 是... 没有啦... 我宁愿... 写个小型模特... 就是... 用那些模特... 去写一些东西... 去用好过... 我见有些人都是这样做... 是... 就是... POE... 好像... 有得给你... 很多... 你可以... 用它那些... 例如... 你用OpenAI的... 去写一块... 去形容它... 都可以... 是... 我见到... 有个人... 就是... 一个月... 都有... 400多元... 美金... 给回我了... 是啊... 挺过瘾的... 是啊... 你其实... 基本上... 有钱分的... 是啊... 有钱分的... 是啊... 有钱分的... 真是... 哈哈哈... 你不要说我... OK的... 那些... 是啊... 不頑... OK的... 好玩... 有... 八字都有啊... 不是说笑... 八字都有啊... 有... 那些师傅不用拌... 真的... 不过... 我用过... 就一般... 就是... 体验一般... 和... 给我的感觉... 但当然... 这个是... 好几个月前... 就是说去年... 已经是... 就是... 出得不太久... 如果我玩得不过瘾... 我就已经不管了... 就是没有再试玩... 但是... Taro那些... 我都试玩过... 有些... 多人订阅那些... 都OK的... 而且... 它的... Language Model... 很流畅... 就是... 出到来... 而且... 都很懂顾及你的情绪... 哈哈哈... 你问的问题... 是... 他都会... 根据你问的问题... 去安抚你的情绪... OK的... 挺好玩的... 顾及情绪... 这方面的AI... 是厉害的... 我想你今早... 还是昨天... 才看到有个报告... 很好笑... 那个问题就是... 呃... 他用一个... 比较的问题... 就问个AI... 就比较... 如果... miss gender了... 某一个人... 可以避免... 世界末日的话... 那我们应不应该... miss gender他... 这样说... 那个AI说... no... 是... 就是世界末日... 都不够这个... 就是... 搞错人家的那个... gender那么重要...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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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的很好笑... 最重要是政治正确... 世界末日都假... 在这方面... AI是很呼吸人感受的... OK的... OK的... 就是... 你说起这件事... 我说起... 我这玩的经验... 就是... 就是... 无聊的... 当然是玩一下... 这些占卜啊... 八字啊... OK的... 其实... 他解牌都不错了... 我见不差... 那些专业人... 是... 就问他... 咦... 我可不可以... 追AAPL... 看看开张牌...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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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没试过... 做股员买败... 反而我从来没有去占卜的... 可以试试玩一下... 诶... 可以的... 你可以在DOE那里找一下... 是啊... 看他怎么说... 看他准不准... 哈... 如果准你真是麻烦... 做占卜师傅... 或者做... 看相... 这些全部都很大糟了... 是吗? 一看风水难些... 是比看策略王... 哈哈... 问Tabla... AI买不买好... 好玩在全日的节目 哇大哥你这样说你会吓到叉雷王 一会说我们不如按到 再不是找人专门在那里按PoE 我们一按完就告诉观众 观众懒得太懒 刚才Gary说七八八高追是狠狗这些都很好笑 想起来现在完全没有人提5G的概念 连大陆自己都不讲 你5G全部都是讲AI 5G去哪里好像没有应用 其实5G最大的问题 除了被人打到暈了之外 5G那里IoT这些应用的范围不够广 so far来计算 你用来用就是smart home smart home可以怎样呢 还可以多玩多少东西呢 但AI是不同的 AI可以对行业很有影响 对你请人也有影响 我也是那句啦 如果AI那么好用 我请这么多人把托吗 是 甚至你讲开这个请这么多人这个问题呢 我刚刚看了一些 就是你讲一下塔罗又讲一下神秘学吧 我刚才看到有个预言师 他说是姚氏那些来的 他看到未来日本呢 因为有老龄化的问题 但是他看到有一个改变 就是政府那边的鼓励呢 就是AI配合那些老人家 让他们可以在家工作 赚取一些收入 就是解决老龄化的问题 是啊 是啊 我觉得也挺好的 就是不用他们出去上班 就是不用走走走走走走走 有那些AI可能可以 就是跟这个人类合作 令到那些老人家都有东西做 其实这个原本就是一个trend来的 其实这个是全球的trend 这个大trend是大家都要学会 怎样和AI来沟通 怎样运用AI 如果你搞不定这件事呢 你很多行业都搞不定的 你都很难找到工具来做 连生产力可能就弱过老人家 如果说来日本是先走一步 就是那些老人家用AI去做事 有机会 还有如果以日本的老年化的情况 这么严重来算 它不单止要AI 其实它的基础是真的需要的 如果以现在日本的人口金字塔来看 我们这代仍然是多人的 就是我这个数字的人 日本仍然是人口多的 你现在由现在计算 日本还要多挨20到30年 如果你还要多挨20到30年 我们这一帮才能够见到上帝的话 都还未到 如果以现在日本人口的年龄来算 我都未到 我都要继续三至四十年玩 日本的线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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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说以我这个税数 我还有多半世纪玩 大哥你哪有这么多劳动力 去养着那帮服务的那帮老年人 那你机械人是不是需要呢 如果AI配合机械人很有机会 真的在日本里谷 或者不是在日本里谷 日本可能是一个大市场 因为他有需求 他有很大的需求 他有动力要发展 甚至你说外骨架系统 日本现在已经用着了 就是你在老人院里面 那些员工已经穿着外骨架系统 就是Ironman那些衣服 正在穿着那类东西 不是整套东西 它是支撑着你身体 因为你会逻损的 但是机械人又未准确到 可以直接去服务 那你唯有找人 穿着这些exoskeleton去做事先 但是下一步应该都向机械人去做 所以机械人股又没有不留意的 如果要讲超长线来计算 但是最伤波生大迷不上市 没办法 我又不想付钱给孙正义 咦?日本是有的吗? 应该都 就是孙正义 就是有些相关的 Softbank就是吃了波生大迷不上市 由Google手上买过去 所以我就吊咬Google 你老尾 Google将它最值得有长线发展的那两样东西 一个就卖给人 一个总是做到不拖不拖 还是没办法集中火力去做好一件事 所以搞到我这么失望 做来做Google最喜欢就是在YouTube找钱 做来做就是找港股费 最好是你这些 讲开Softbank 是不是就是9984呢? 是东京交易所 是 但是 1700多日元 但是无谓买 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因为Softbank这家 它是集邮 它是有癖好的 孙正义是有特殊癖好 又是乖叔叔 是乖叔叔 不单是什么都碰一下 而是乖叔叔一看到对的罗利 他会出雙倍价钱抢过来 但是雙倍价钱抢过来之后 接着发展又不变得特别好 他又不是说 喂 我给了这么多钱 买到那个位置入坡的话 我当然要逼着他们的帮助 你做好一点 又不是的 乖叔叔叔很有趣的 他那种东西 是喜欢抢了 你抢完之后放入后宫 接着就不理他 哈哈 他只是享受买的过程 是啊 可能还有没有其他呢 可能要发掘一下 可能日本这个市场 真是值得去抗一下 下一浪的东西 反正AI那些 有些买得这么贵 都要找一下新东西 可能值得 看看有没有一些 日本这些机器人 Robotics那些东西 可以去研究一下 是的 尤其是应该是跟医疗 照顾老龄照顾那些有关 或者一些粗重工作 需要人做的粗重工作的 那些相关的东西 都要 但是要很隐蔽的 要那些机器人 大机器人不需要 那些没什么意思的 你是在货仓里面 搬一些很小的东西 小小微微 你没办法用现有机器人做的那些东西 你可能需要一个人形的机器人来做 那些东西 可能就有机会 我们要研究一下 看看有没有 要先找一下 那我们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刚刚都 下个星期可能就应该要 要取消了 是是 就是有些东西做 是有些东西做 有些东西做 所以要 所以接下来就要看下怎么 看下来怎么安排 我没有下个星期 我再下一个星期 再下一个星期 好了 我们先安排一下 我们有些东西会更新 大家 各位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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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